前兩週,老大有一個朋友確診 他就照著我的建議去執行 果然啊,三四天他就恢復了正常 目前狀況是一切良好 所以今天老大就來跟你分享 確診之後你除了下個半死躲在棉被裡發抖之外 你該如何幫助自己回到正常狀態 六個建議喔 能幫你快速恢復健康 這支影片真的很有用 請你花個幾分鐘把影片看完 然後把老大訂閱起來 分享出去給更多需要的人 來,確診恢復建議一叫飲食 烤、炸、辣、煙、酒 你不要碰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去增加你體內的熱毒 讓你發燒、發炎更嚴重 也會增加病毒繁炎的態勢 再來喔,老大最近有看到一些文章 專家會說這個時候你多多補充蛋白質 以及提高熱量30%來提高免疫 但老大認為這個不完全正確 蛋白質、好食物它能夠強化免疫力 但你現在吃也要一到兩週才會發揮作用 原水救不了靜火、緩不濟急啊 而且這個時候你身體的免疫軍隊 已經跟病毒打得如火如荼 一下子你吃下去一堆肉、一堆食物 反而讓你血液去集中在胃部 還要增加身體的負擔去分神消化、吸收 這就好像平常感冒的人 你不會讓他吃太多、吃太油、吃一堆肉一樣的道理 所以老大給你的建議就是 蛋白質你平常怎麼吃 現在就怎麼吃 少量多餐為原則 然後請把很難消化的白飯 你換成米加藝人拿去煮成米湯 也就是很稀很稀的粥啊 藝人它可以清熱力濕 而米水它可以幫你補充啊 脾胃之氣都可以加速恢復 再來多去補充一些 保濕、補水、潤肺的食物 比如說山藥、白木耳、豆漿、杏仁 水梨、蜂蜜、蓮藕、蓮子等等 它能夠去很好的滋潤肺因 就會減少你後遺症發生的機會 確診恢復建議二叫做清冠一號 中醫的清冠一號對於RNR感染之後輕症 或無症狀的人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可以阻止病毒的入侵複製 降低身體發炎反應 還可以去減少你痊癒之後的後遺症 但是不是非得要清冠不可 其實很多的中藥材 它都有清熱抗病毒的效果 例如說什麼 板藍根、蓮翹、金戒、金銀花等等 確診之後 你就是申請免費的中醫視訊看診 醫師他會幫你開禮清冠一號 或相關的中藥 這個免費的權利 你只要是確診 都歡迎你去使用 再來確診 恢復建議三叫做喝水 你確診之後 你絕對喝水每天就是2000CC以上 第一個 它避免你身體發燒導致脫水 第二足夠多的水分 它可以降低體內病毒的濃度 第三補水 它一樣可以補充 我們因為熱毒而受傷的肺因 那你副作用就會因此降低 當然你想要效果更好 你可以在水裡面加入 浴竹以及麥冬 一天這個各兩錢 你把它放在500CC到1000CC的熱水裡面去煮 或者悶泡都可以 養陰潤肺 保濕補水 它效果比單喝水是更好 如果你確診之後 有拉肚子 腹瀉等狀況 那你去喝一些 運動飲料 去補充身體的電解質 再來 確診建議四叫做放鬆心情 我知道很多人 確診以後 嚇到不會是擔心到要死 你看到一些什麼新聞上的個案 LINE 轉傳一些亂七八糟的文章 把自己嚇到一直發抖 我想說這一次完蛋啦 但是老大要跟你說 你心理上的恐慌 才是降低身體免疫最大的原因 所以此刻 你絕對要放鬆心情吧 換個角度去想 你有多久沒有 放個覺好好休息 你可以看看書 陪陪家裡的寵物 插花 畫畫 你把它當成一個 忙碌生活當中一個偷閒的機會 放寬心 平常心 去看待 就能讓身體快速的恢復 確診恢復的建議之五叫做穴道按摩 三個穴道在確診之後 你要多去按摩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喔 第一個叫做裂缺穴 它可以去宣通肺筋 平緩止咳 就會去保護我們的肺部以及氣管 再來第二個叫做風磁穴 如果你有發燒的情況 它可以幫你清熱醒腦 恢復精神 再來第三個就是取磁穴 它可以疏通經絡去提高免疫力 當然也可以退燒 是治療熱毒疾病一個最有效的穴道 三個穴道你每天早晚各按摩它兩分鐘 左右邊都有它對於緩解症狀 保健身體快速恢復很好 最後確診恢復之六叫做 適當運動以及多曬太陽 即便確診你可能待在家裡休養 那你不要整天攤在沙發上 一天花個十五分鐘做一些輕微的運動 甩甩手伸展一下肌肉 或者是在家裡面來回走動 也不增加心肺負擔 不喘為原則 就能提高代謝排掉廢物 然後強烈要求各位 每天曬太陽十到二十分鐘 例如說你可以打開窗戶 在陽台稍微照個陽光 這樣補窗維生素D 提高身體防禦力 就能降低轉變為重症的機率 好啦以上這六個步驟 真的是很簡單 但是只要你做到就能加速提高自己痊癒的機會 疫情發展到現在 已經進入到叫與病毒共存的模式 那我們一起就為確診之後的下一步做準備 可怕的它其實不是病毒 叫做未知 所以大家放心 有我在 我陪大家一起慢慢的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是七七老大 分享、訂閱、留言 下次見 掰掰 在這位置 我們也有過 再繼續經驗 我們回到生命gado 看到很多人 的耳朵 在這位置 在這位置 下層 res敬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